皇帝说话,语气里自然而然的满是赞许和欣慰,可陈兰却是满心焦虑。 妾斗胆请问一句,皇上可是令镇东侯世子和舒全各领一路人,从换一居胡同和积水潭西岸那两条必经之路回宫吗? 对,这是舒全的建议。 可是皇上,须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更何况万乘之君。 接下来你是不是还想说白龙渔腐,亦为渔虾所系呀? 朕早年还是皇子的时候,下江南就曾认识到了这个,所以既敢用这一招,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刀剑无言,厮杀上头,这天底下有的是意外,恕切无礼,实在不敢认同皇上的话。 不单单是为了舒全,亦是为了皇上自己。 不论您要做什么,现在东宫虚弦,诸事未定,就是一丁点的闪失,也会造成天下动荡。 见陈兰站起身,郑重其事地败了一败,随即又直起腰,不闪不闭地直直看着自己。 皇帝仿佛看到了,年轻时亦是每每拿这些道理规劝他那些貌似举动的皇后,只是画到了嘴边,他却问出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你可听说,杨宁侯至今不曾动的消息吗? 兴许,他背叛了真。 皇上虽说用了三叔,但要说了解,未必急得上我。 我曾几次三番被他迫到了悬崖边上。 三叔此人应可,素来能抓狼每一个机会上进,为此不但偏执,甚至近乎残酷无情。 但越是这样的人,越不会把赌注都压在一块。 无论他此前如何,如今不曾有动静,不是被事情阻住了,就是有更好的安排,必不是真的生出了逆心。 皇帝并没有在意陈兰对陈英的品行和为人上的评价,这些事是瞒不过他的。 他应当感谢你这个侄女啊,论起对他的认识,朕的确不如你。 罢了,起来吧,朕只能对你说,这次之事只遭一次,再无下次。 这话一出,陈兰心中暗自苦笑。 就在这个时候,方太监竟然闯了进来,疾病皇上,外头突然传起来几个浑身是血的黑衣人,秦虎被其中三个缠住了,剩下两个护着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放话,说要见海宁县主。 见陈兰满脸压色,皇帝眉头紧锁,方太监慌忙解释,小的自然不会搭理那些贼人,可那人说,说是军阳外头已经集齐了少数百人,若是海宁县主不去见他,便休怪到时候,外尖火箭齐放,倒是玉石俱焚。 此时此刻,皇帝固然是又惊又怒,陈兰一时倒吸一口凉气。 川话之人,是男是女,小的不敢确信,可听那声音似是女子。 不用理会,这次却是皇帝抢头贺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的要求也敢报来。 皇上,小的,小的是怕。 滚! 皇帝勃然大怒,跟方太监跌跌撞撞抢出门,这才看了看咬着嘴唇的陈兰。 莫要担心,皇城西南临近锦衣卫后劫,罗旭已经领命去了,他素来机敏多志,绝计不会有什么事。 皇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刚刚那动静已经过去许久,偏生静远左近,其他腹地都没有什么大反应。 既是那人要见我,我何妨出去见一见呢,看看究竟是意在何为,有长地红鹰跟着我,出不了事。 夜色之下,白日里的官员们人来人往的千步狼已经啰嗦。 当一声巨响之后,陡然看见了漫天的火光,这才有人如梦出行扯着喉咙高喊,走水啦,锦衣卫后劫走水啦。 随着这声嚷嚷,不少推窗户或开门的人,慌忙缩回了脑袋。 统统铁墙站好,否则割杀勿论,再说一遍。 随着这个吩咐,好些人慌忙丢下木桶往旁边一闪,眼见着一对彪悍的军士从前面过去,一个眼睛不老实地悄悄地往开过去的那个人瞧了一眼,哟,老天爷,竟然不是乒马斯的人。 他只嘀咕了这么一句,就感到肩被重重挨了一下,身后传来一个凶狠的声音,老实着。 虽说是有棒打出头鸟的教训在前,但是还是少不了有一双双的眼睛往街上的行军队形扫过去,然而那行进的过程仿佛丝毫看不到有终止的迹象。 许语一大批军士就各就其位,完全是将锦衣卫后街和与其相交的二条胡同和高坡胡同以及西江米巷看得严严实实的。 锦衣卫后街街口侧马并肩而立的罗旭和罗明远,看着那高高窜起的火苗在水柱的压制下渐渐地矮了下去,面色全得有些微妙。 隔了许久,二人几乎同时开口,两个人几乎又同时闭上了嘴。 罗明远笑着说,你先说吧。 这个单口罗旭也不跟父亲客气,爹,我得再去靖园那边一趟,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你以为皇上真的会毫无把握地涉险地吗? 罗旭见罗明远,面色严肃,顿时不自然地干笑。 我是没想到,这儿竟然有您领兵坐镇,想来在我之前调动人手的事儿,是您知道了吧? 你虽说有些小聪明,但还是嫩了些呀。 口中虽说着教训的话,但罗明远的脸上却流露出眼不住的笑意。 位于新开道街和三条胡同之间的晋王府,仅靠着积水潭的西岸和北岸,往往入夜时分,全程宵尽的时候,这里还有文人默客,盘缓未归。 因而,当夜空之中传来隐约铜锣声之时,晋王自是大为恼火,立刻吩咐人去查看动静。 殿下,没事儿,是个喝醉了酒的疯子,在那儿乱敲锣呢,大约是北城兵马司已经把人逮了回去。 既然已经有人被拿了,晋王自是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一干人正在谈笑,突然有个小丝惶惶进门,殿下,不好,是皇宫,是皇宫西南角那方向着火了。 什么?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晋王着实吓了一跳。 去,看看汤老可睡下,若是能够赶紧请他过来,说本王有要事。 殿下,刚刚外的大街上有些痛觉,东角门有个小丝不合出去,可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不就是个小丝吗? 这有什么呀? 这不耐烦的话语顿时让外头的声音停了一停,这,只是,不是小的多事,门前管事说,积水潭边上仿佛有叫喊的声音,具体听不分明,万一那边真有什么大事,咱们王府可就在这边上啊,有完没完。 晋王终于怒了,匹首从手边随手拿起一件物事,就冲大门置了过去。 滚,以后别拿这些鸡毛蒜皮的说事。 此话一说,门外消停了。 心烦意乱的晋王坐在那儿,思量了好一会儿。 当门外又传来敲门声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怒气冲冲,亲自上前拉开了门,却见汤老摇了摇手。 殿下,长话短说,金总管对我说,东脚门上有三个出去打探动静的小丝都不见了,外头仿佛有什么不对劲。 汤老的意思是,有人对我不利吗? 若不单单是对殿下不利呢? 汤老看了一眼满眼迷惑的晋王。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晋王这回才真正变了脸色,待到汤老再次肯定,他一时间竟坐在那儿,动弹不得了。 汤老的意思是,如今,外头这诡异的动静,兴许是,有人谋算父皇。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汤老自是不肯多言。 晋王突然往后退了两步,随即对他一一,殿下,你这是什么? 汤老慌忙上前,双手搀扶晋王。 汤老,你助我多年,最知我的性子,如今我的心已经乱了,坚且这消息不知真假,还请汤老帮我拿个主意,无论你说什么,我无不依从。 倘若这是平日,晋王如此全心托付也就罢了,汤老只会高兴自己的主君识人有名。 然而,这会儿自己已经明示到了这个份上,晋王却还是迟迟不能决断,而且还把事情推到自己的头上,他不禁一阵的心灰意冷。 然而,眼看着那和平日一般无二的信赖,他只得打起精神。 即如此,便请金总管挑选王府精锐二十人,分四组出府打探。 好,就依你所言。 晋王这一回却是毫不迟疑。 等到人走,他有给汤老说了好一顿奉承的话,汤老渐渐被他说得露出了笑容,然而,就在两个人屏住夜谭,兴致正高的时候,外间陡然传来一个声音。 殿下,汤先生,都快半个时辰了,派出去的人一个也没回来。 晋王这下子再也维持不住那温文尔雅的态度。 殿下,即使那些人不曾回来,足可见外间,如今动性不妙。 若是皇上掌控大局,即便察觉殿下这些人来的不是时候,要么直接派了禁卫过来看守大门,要么打发个人过来知会一声,断然不会这么静悄悄的。 为今之计,应该把所有的护卫集合起来,合成一队往外突破。 不论是顺天府也好,北城兵马司也罢,甚至是外皇城的寻谱红铺,总不能坐以待毙。 汤老,刚刚出去的人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个时候再贸然派人出去,不外乎断然送死。 当务至极,势力是把咱们府守好了,否则若是这儿出了事,以后就没有以后了。 殿下,这当口不是谨慎的时候啊。 静元门前那条原本昏暗的胡同,此时每隔十几步就扎着一根松油火把,每一根火把都深深地扎入地里,可是火把旁边却诡异的没有人。 胡言,夫人出来了,该死。 秦虎恼怒地骂了一声,可等那个家丁瞪着眼睛看着自己,他才想起这话容易造成误会。 夫人,这都是俺的过事。 别说这种丧气话,谁不知道你这大历史是书全麾下第一勇士啊。 眼下的情形怪不得你,你让他们让出一条路,然后都退到西门里头,我带着长迪和红鹰过去。 可夫人,那些人…… 如果那样,自然是就是命了,只不过,我相信,要比命数,我不会输给任何人。 好,俺守着西门,要是他们有什么花样,俺饶不了他们。 陈兰带着两个戎装的婢女徐徐走过来,那个居中的黑衣人打了个手势,另外两个人微微空身,便退出去老远。 县主别来无恙。 只一瞬间,陈兰就打手势让长迪和红鹰暂且停住,旋即缓步上前,却在人前三步远处停了下来,脸色沉静一言不发。 果然,他能忍住,对面的人却是忍不住。 当日贫尼曾经说过,请县主一观那真迹,可县主却拒绝了,不知道如今,你可否后悔。 话音刚落,龙泉安主就陡然之间向前跨了几步,眼见陈兰纹丝不动,他微微一笑,宽大的袖子轻轻一甩,原本缩在袖子里的右手随之一动,一把明晃晃的利刃就抵在了陈兰的腰间。 县主,凭你只想好好地说几句话而已。 不用回头,陈兰也知道仗迪和红鹰必定瞧出了什么。 你们都别动。 撂下这话,他才低声说道,安主究竟想怎样,直说不防。 哼,想怎样? 龙泉安主不以为意地,左手放下了风帽,露出了那光溜溜的脑袋。 你来龙泉安之前,我就听说过你这个人。 京城豪门世家不少,更何况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弱女子。 你够聪明,够谨慎,该展露才能的时候绝不错过,遇上机遇又能牢牢抓住,所以才有今日的风光。 只是,你不够狠。 见陈兰不为所动,他并不以为处,你以为我是让你杀人越祸吗? 所谓心狠,只是说该不容情的时候绝不容情。 当进皇帝,用你的时候恩宠有加,不用你的时候就会弃弱毕虑,卢已云的下场便是前车之鉴。 安主大张旗鼓地要见我,就是为了告诫这些吗? 你那夫婿的一切荣光都是皇帝给的。 若是有朝一日皇帝不在了,若是有朝一日皇帝不信了,或是你的丈夫另有新婚了,到时你能如何? 只看眼前不看将来,算不得智者。 想当初,我就是太愚蠢了。 穆大哥娶了宁国长公主,我愤而出家,结果林长辉却送了我龙泉安,我便以为他是性情中人。 此时此刻,陈兰只觉得脑迹犹如一道惊雷劈开,甚至用了极大的力气才站直了身子。 自从知晓历史的那一个拐点,他就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并不是唯一的,于是谨言慎行。 然而,倘若真召龙泉安主这么说,那便是一百多年前的人,可是如今这种容貌,难道世上真的有长生不死吗? 仙主,信佛吗? 我跪于佛门,在清灯古佛前念经念了十年,却根本不信。 可穆大哥那样一个精彩绝艳的人却偏偏信佛。 那一次刘肃,他恍惚对我说过,如果没有天上神佛赐给他第二次生命,他就是一个三流大学浑浑噩噩的学生。 尽管我不明白,但是当晚他就淫了那首甜水歌,等他回去之后不久,朝廷的时刻就到了,却只有前四句。 若照安主这么说,你历经百多年的时光得到长生,早就应该什么都看开了,若如此,又何必再与俗事拼杀呢? 长生,哪里有长生啊? 啊,一桌一饮,莫非前定。 我当年吐血死在那时刻之前,而今生苏醒时,却还在那时刻前,却是换成了另外一个可怜的女子。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的父王被当今天子幽禁致死。 量世为人,却都是如此的惨剧。 你还让我砍开什么? 你以为我对你说的这些只是一时的激愤吗? 龙泉安主此刻是越吐露越多,陈兰心中的戒备也就更甚。 天下怀有其冤之人,不知反几。 安主固然是其中之罪。 但是,为了一己之私害死的人还少吗? 吴王身为皇子,却选择谋逆,之后更是自意,总少不了有人挑唆吧。 安主,你自己身负大恨其冤,难道其他人就都该死吗? 他这一次却是提高了声音,只可怜安主这满腹的好鸡某。 陈兰此言一出,龙泉安主终于忍不住,一闪念便猛然仰手,执掌之间刀光婉然。 可那一刹那,陈兰、陈妖偏身,一只身藏在袖子里的短剑却是露了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陈兰的剑一把就顶住了那把刀子。 此时此刻,红英和掌笛固然是立刻窜江前来,刚刚离着不远的黑衣人,意识迅速过来。 秦虎一是飞身而出,当陈兰被红英一把兰带身后的时候,掌笛赫然拿着一柄短剑,就抵在了龙泉安主的喉间。 好,好啊,是我看错了你。 哼,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再死一次,又有何妨。 话音刚落,他竟主动地朝着掌笛那短剑扑了上去,尽管掌笛吓了一跳,慌忙缩手,以示不及。 见到龙泉安主痛苦地倒在地上,他不禁有些无措地看着陈兰,夫人,我…… 他这话没说完,秦虎已经上前,试了龙泉安主的鼻息,夫人,我带人去外头看看。 陈兰僵硬地点了点头,等到秦虎带着人匆匆离去,红英也过来掺住他的胳膊,他才觉得满身的力气都已用尽。